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结婚六年了 他母亲去年去世以后呢 父亲就搬到了我们家住 我挺介意这件事的 因为毕竟我是女的 生活方面有些不方便 后来我老公的工作总需要出差 我就觉得更不方便了 但是我提出让公共搬走 老公又说我毛病多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呢你要学会 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首先第一点 晚宾之计 因为婆婆的离世 要先安抚好丈夫和公共的情绪 其次曲线救国 你可以在你的家附近 租一个房子给公共 并且告诉老公 公共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不是吗